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一個非常具有身高優勢的窗塔 林鎮跟譚傑龍同時先發 這個陣容絕對是國際賽會所期望 我們在台灣好幾個規劃跟紀律 就像柏林剛才講的 你可以從一些小細節裡面 感受到日本的一些他們的生活文化 他們對於事情的一些執著跟熱 高校跟高院公昌在比賽的過程當中 我覺得最大的不同之處就是在於 林鎮剛才的上來有點扁扭 看這個籃板搶回來之後 馬建豪小妮普剛才的這一球 大跨步轉身 這拉到這個外圍林鎮在這個內線 但是因為兩名球員現在的 先看這一球 馬建豪歡迎顏色 到這個Nike Camp 一路過來我們可以看到他的力量 比以往來得更加的強而有力 包括他的速度跟起跳 又是馬建豪 馬建豪再來一球嗎 在空中的小拉冤 閃掉了尤愛哲德普 時間已經不夠了 大號的三分 潘潔龍把這個防守籃板 能不能抓下來 並沒有 掉到的對方手上 就在尤其區部分 這個可得掉 大家都可以去網路上查 日本這幾年的一個高中籃球賽的網勝 大概這幾一手就要都有機會的 空中拉了一竿連續動作 N1 然後現在 這場比賽我們看到這幾個 18培訓的代表隊員 回到松山裡頭 應該是最棒的 我覺得有一點 就是他們現在場上擋了 這一名15號球員的李育成 這個當後輔助 哇 他大概等了一年 才來開始打這 得分方面 就是盡量的 用籃板 引亮智駕 三分的出走 查理有機會 來四分打 呃 天分啊 身材經驗也比較出色 那贏得比賽的機率是比較高的 對 如果只有馬鐵尼來代賞的程序扣籃 扣籃 扣了兩球第二次 走陣扣近 三打一 球往外倒 昨天 昨天林鄭也算是 就是在正式比賽當中 觀察到 我覺得日本啊 日韓他們的球風 就是這種亞洲的球風 是我們很好學習的一些點換 尤其在 可能日本對你 包括他們從 對 對 對 馬建豪持續調整手感 今天馬建豪的應中率其實 林鄭還是相當成熟的 我想比賽是比較會議的 冠練 還會看前面 有機會 好 BASSEN SLAMPTALL 哇 今天看到其實Bench 應該林鄭會跟他進行 上下的一個人員的調度 哇這一球 馬建豪也是相當的精彩 因為你必須要 先把書讀好 你才有球打 所以 難得回來台灣 會有這麼密集的賽事 我想對於高國豪來講 一定也是非常享受 馬建豪這個三分球投進 馬建豪這個三分球投進 場上這個U18的9號 潘宣宜喔 也會是 中山 潘宣宜持球在外線找機會 馬建豪拿到球 有 其實他拿到 其實上時間也並不是說可以打非常多 對 好 場上 馬建豪 對方持球員是有壓迫多用的 是 好 在湖底的位置還是差一點點 不過今天成犯在偷籃的 這個方向上都掌握了很 中距離 原本應該是木村拓郎吃飯的位置 這一球 力道跟彈道也都偏掉了 馬建豪直接往進區來衝 現在 教練也要找到球員 這個 使用說明書到底在哪裡 哇 這一球是怎麼擺盡的在籃底下 來臨 前面馬建豪又轉身就 海底撈月 假一彈 再出來 站在對邊 周桂宇 這個球被夾掉了 發生失誤 往前甩 這邊是又跟快攻 機會收手上籃得分 哇 U18一開始 尤其像所謂的U18準備要備戰亞青 那 重滑板備戰球 準備 以前這樣的 球轉一下回到湖底 外圍的機會選擇看三分球至於 哇 馬建豪行李在松山高 回給林彥廷 載到湖底 林鎮 接到心臟地帶的出手 馬建豪得分 馬建豪 籃下抓到進攻籃板 放近兩分 深思瑤得分 哇 不過馬建豪的偷跑也相當的快速 非常出色的馬建豪 對 馬建豪在第一次暫停前 這個幫助U18組的十分的領先 他的快攻 這種反正起兵一上來 我相信可以給教練更大的信心 未來的瓊師杯 可能也可以得到更多的上場時間 掉了 林彥廷 再出來再找馬建豪 wide open 出手短 投資強到籃底下 這是一個競爭加法 對 這一球他出手 U18代表隊 對上中華白隊 現在兩隊只有1分差距 剛才是黃萬榮教練請求暫停 那請教一下曉悅 看到這裡回來馬上能夠 球到底線 我還以為的出球 沒有籌進 來在U18代表隊這邊 這個球到籃下 台半吹的是N1 搶到這一次的二波進攻的機會 而且直接去往籃下去做攻擊 那哨音想哨之後 也做了非常正確的選擇 就是去往籃 丁聖如後場加速到前場 沒有要到犯規 球要塞中間 再交給馬建豪到籃上 單打擦滿得奔 你看到馬建豪這一名球員 可以到那邊打擦了嗎 可以到那邊打擦了嗎